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心情不好时,看这三张图,瞬间豁然开朗 一起来听 人活着,难免会有烦恼,郁闷的时候 送给大家三幅很有意思的神奇图片 心烦的时候看一看,心情立马就会豁然开朗 换个角度,跳出困惑 第一幅图,是三根木头还是四根木头呢? 答案是三根还是四根 关键在于你站在哪个位置上看 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老和尚问小和尚 如果你跨前一步是死,退后一步是亡 你该怎么办呢? 小和尚毫不犹豫地说 我往旁边去 生活中,意识并非只能向前向后 进退两难 你要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想法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如果您感觉自己陷入了思维的困境 不妨及时跳出来,换一种思维方式 从另外的角度思考问题 也许事情的结果会大不同 换个角度,多分理解 第二幅图 你看到的是个花瓶 还是两个女孩的头像呢? 每一件事用不同的角度看 就会有不同的见解 有时理解不同 结果就不一样 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 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 吃得很晚 瞎子说 很晚了,我要回去了 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 他就很生气地说 我本来就看不见 你还给我一个灯笼 这不是嘲笑我吗? 主人说 因为我在乎你 才给你点个灯笼 你看不见,别人看得见 这样你走在黑夜里 就不怕别人撞到你了 瞎子听了,很感动 每一个人的理解呢 都带有主观性 有的时候甚至会误解 别人的好意 生活当中我们应该 多去感同身受 换个角度 学会去理解 找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换个角度 换种心态 第三幅图 这是一幅相当经典的图片 叫老妇和少女 换个角度 换种心态 生活质量的高低 就在一年之间 我们将图片倒过来再看 却不再是老余 怎么年轻了呢 这就是换个角度 看问题的奇妙之处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得好 纵生欢畅的人 会把灾祸和不幸下走 遇到烦心事 只要换个思路 换种心态 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如上面的图片 换个角度 结果会完全不同 有些小情不需计较 计较会烦 有些琐事不必在意 在意会累 豁达人生宽阔心怀 原谅错误 坦然生活 所以时刻以乐观的心态 去对待生活 才会越过越快乐 越来越年轻 最真实的皮主 值得永久收藏 胸口摸得着的尺寸 叫胸围 胸口摸不到的尺寸 叫胸怀 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叫视线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叫视野 嘴里说得出来的话 叫内容 嘴里说不出来的话 叫内涵 手上笔画出来的动作 叫手势 手上笔画不出来的动作 叫手段 脑子里测得出的东西 叫智商 脑子里测不出来的东西 叫智慧 耳朵听得叫的动静 叫声音 耳朵听不到的动静 叫声誉 证件上映出来的动作 证件上映出来的叫文凭 证件上映不出来的叫文化 温度计量的出来的叫温度 温度计量不出来的叫温暖 手指写得出来的文字 手指写得出来的文字叫文章 手指写不出来的文字叫文学 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 镜子里看不到的是自我 金钱衡量得出的是价格 金钱衡量不出的是价值 存款显示出来的叫财产 存款显示不出来的叫财富 牵挂在嘴上的叫情话 牵挂在心里的叫情感 看完后转发出去的叫分享 看完后不转发出去的叫独享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哦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维维 晚安 好萌 感谢您的观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